日前 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亚峰会上称 美方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胁迫深表关切 美对台承诺坚如磐石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随即在接受采访时就声称 美军在台湾的数量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多 台湾正同美国开展大范围合作以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 这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首次明确承认 美军以训练为目的存在在台湾 蔡英文话音落地 随即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 28号 台当局防务部门负责人否认由美军部队进驻台湾 国民党也表达高度关切 呼吁蔡英文思考 如何降低两岸敌意与战争风险 谨慎对外发言 同一天 外交部和国防部针对这一事件先后发声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答相关问询时称 搞台独是死路一条 支持台独也是一条不归路 美剑近来多次在台湾海峡大秀肌肉 挑衅搅局 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是谁在台湾问题上搞胁迫 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 两岸统一是历史大势 是正道 台独是历史逆流 是绝路 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 丝毫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 也撼弄不了国际社会 普遍认可一个中国原则的稳固格局 凡是数点忘卒 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搞台独是死路一条 支持台独也是一条不归路 任何国家 任何人 都不应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否则 必将再次遭到失败